十二年国教,许多学生为了累积志工时数 走进慈禁环保教育站 志工先从环保课程着手 让他们了解环保的意义 再透过实作加深印象 许多家长以及学生在一次次的付出当中 渐渐明白爱护地球是每一个人应有的责任 欢喜付出,不求回报 你早知道做环保 身体健康没关系 大声说出做环保的好这样的体会 让这群学生互相邀约 利用假日到环保站用双手爱护地球 开始是十几位 现在将近到达到五十位了 家长的反应都很好 有些我们家长也会加入 学生就等到家长反应 妈妈 爸爸 你的分力不对 他们是来自各国中的学生 一开始投入环保的动机是为了升学 累积志工时数 每次来志工就设计精彩的课程 让他们明白环保的重要 亲身体验后 他们也变成了一群无所求的志工 还带家长一起来付出 亲子一起做觉得说 可以一起就是说 不能说对社会有回馈 就是一起享用环保 家里也只是睡觉 没事情做很无聊 所以才会想来这边做志工 然后顺便救一下地球 善用时间守护地球 这群学生不管到哪里都乐于 分享正确的环保观念 这股爱地球的善联姻 已经在慈济环保站开始扩散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王慧香 陈仙辉 台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